當念在北家庫中心的家庭夥伴的旨感 分享到過去讓我們心情和心情 是因為用愛包圍的夥伴進來後 他的家庭的功能一天比一天更好 所以說用愛包圍 真的對這個弱勢家庭 現在在人身無敵的時候 我們可以祝福一堵愛的力量 很多秀夫當家庭 當老闆對著經濟阿烈之外 慶祝期間的交通相處 也是需要多改造三天 所以說北家庫中心得一群家庭夥伴的旨感來出現 我想我們在這個家庭夥伴的概念裡邊 我們放入了一個就是說 媽媽有受過訓練的這樣的專人 我們叫做親戴夥伴來做陪伴 那孩子呢我們就有所謂的子戴夥伴 那去比較是針對孩子的心理 我們也孩子可能喜歡的一些事情 來跟他們做一些溝通分享 剛才在提供秘密集成的 給家庭的領域來建構家庭的照顧能力 有所謂在賣檔夥伴 他們在溝通被伴的家庭 這不論是伯母或是小孩之間 可以化解到緊張的關係 那家庭在吵架的時候 這些夥伴必須要去讓他們了解 吵架也許不一定是最不好的 但是呢要怎樣吵架才是好的 這個都是需要去隨習的 去北台南高府中心節目 在家庭夥伴的激光 去母親戶庭的節目 只要是在年末18歲以上 高中醫生的效力 對著志願服務有經驗 或是家庭都可以來加進 高府中心會提供到全業的確定訓練 上次經營可以來自找到 社工師陳怡玲做到順門 南邊新聞 大家先聽聽 拜訪博德